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微信的语音是转发不了的 当我们想要转发语音的时候 长按语音两秒 你会发现并没有出现转发的选项 那今天呢我告诉你 其实微信语音是可以转发的 那只是呢有很多人还不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婷子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两种微信转发语音的方法 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给这条视频点个赞 或者是收藏起来 万一哪一天你忘记了视频的具体操作方法了 还可以回过头来再好好地看一下这条视频 首先第一种方法我们打开微信 找到与好友的聊天记录 然后呢找到需要转发的语音 然后长按住语音两秒 然后呢点击收藏 那现在呢语音就已经收藏好了 然后我们返回去 找到右下角的我 然后呢打开收藏 那在收藏的这个页面呢 我们就能看到刚刚收藏的这条语音了 那接着呢我们点击这条语音 然后呢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那点开之后呢我们点击这里的转存为笔记 那现在呢就已经是笔记的模式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点击右上角这里的三个点 然后呢点击发送给好友 找到我们需要发送的好友 点一下发送就可以了 现在呢这条语音就已经转发给好友了 当好友收到转发的语音之后 点开之后 然后就可以收听语音了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现在呢我们就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说有很多条语音需要转发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长按语音 然后呢点击多选 咱们需要转发多少条呢 就勾多少条 那打成对勾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最下面 在最下面这里的第二个按钮呢 那这个呢就是收藏 我们点击收藏 那现在呢就已经收藏了 那接下来呢就按照我以上说的 转发一条的方法操作就可以了 下面呢我再来分享第二种方法 咱们下滑屏幕菜单 然后呢找到屏幕录制 咱们打开 咱们点击开始录制 那现在呢我们点击需要转发的这个语音 那当我们录取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击完成 那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把刚才的录音保存到图库里面了 那咱们找到刚才录制的语音 然后呢打开点击播放 那这个呢就是咱们录屏的功能 把这个语音给录制下来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转发给好友 咱们点击需要转发的好友 然后呢点击右下角的加号 然后点击这里的相册 然后呢选择我们刚才录制的屏幕 点击这里的发送 那这条语音呢就发送给好友了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语音转发的两种方法 那不知道大家都学会了吗 赶紧拿出咱们的手机试一试吧 好了那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那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为我长按点赞按钮助力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